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七 今天又到了我們車友試駕的單元了 那這單元以往試駕過很多車 那今天要試駕什麼車呢 今天要試駕有日系神馬的稱號的 Nissan Ultima 這台車是最近重新引進台灣市場的 它歷經了26年之後 Nissan是決定以進口的身份導入 Nissan Ultima來台灣做銷售 外型相當的年輕 那同時它也搭載了Nissan獨門的 2.0升的VC Turbo引擎 這具引擎最特別的是可變壓縮比 可以在8比1到14比1之間自動做切換 當然它馬力也相當大 大概250匹左右的馬力 可以說是澳式同級車的 性能和操控都是大家很大的訴求 那今天我們找了幾位車主 要來試駕這台車 它們分別開Mondel Camry以及Mazda 6 這三個主要經驗對手的車主 來看看到底Nissan Ultima這台車動力 操控外型內裝的配置空間怎麼樣呢 我想由經驗對手的車主來看 應該是最準確的喔 那到底Nissan Ultima有沒有辦法 承接到以往國產大型房車的市場呢 由它們來印證 相信應該是最清楚的 那接著我們就開始讓它們試駕囉 那這個插頭喔 它有USD跟Type-C都有 Type-C Type-C是現在比較新的插頭 對未來的這邊 感覺這邊還滿寬的 寬很多 寬很多 前面這邊 舒適性其實不錯 然後椅背的斜度 椅背的斜度也是可以讓人很放鬆 對 所以舒適性來講 目前靜態的感覺舒適性是不錯 就可能我的車款比較舊吧 就沒有這麼多的選項 好像可以完全都在這個上面操作這樣子 那椅子怎麼樣 還有這個空間感 保護性真的不錯 空間感 因為我個頭小應該是算很容易 很舒適的感覺 喔 滿大的耶 這個車感覺應該是OK 29吋應該 可以 外型怎麼樣 外型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外型很漂亮 這台車是漂亮的車 你好 我是俊傑 我開的是馬六 嗨 大家好 我是趙哥 我目前開的是 Camry 大家好 我是Exo 目前開的是一部 四代的Mondeo TTCI 現在可以號稱內湖區 牛柏林單村最速男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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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很多高手很多 他就是內湖小郭 他是漢豐汽車的老闆 小郭 漢豐汽車是國內很有名 Mondeo車主的聚集地 應該Mondeo你很熟悉 每天都在碰 OK 還OK 那用你的角度來看一下它的同級車 Nissan Ultima 那它表現怎麼樣 大致的第一印象跟你的馬六 有什麼不一樣 感覺它踩起來的油門算滿平穩的 就是順順的這樣 往起步然後往上這樣 穩定性目前來說我覺得不錯 不會讓我有那種不安定的感覺 雖然說我才第一次開這部車 但是不會讓我有那種 不會讓我有不安定的感覺 我目前開箱 直接給我的感覺是 懸吊是偏舒適啊 很軟 懸吊偏舒適 倒也不至於到很軟 不過可能在激烈超駕上面 還是保留Nissan原廠擁有的舒適性 但是跟我以前所做到的 像類似Diana那種比較 Nissan中大型的 已經是穩定很多了 已經是穩定很多了 這款車我先 它在市區的舒適性 就是說對於台灣這種比較 崎嶇路面的這種 稅震的抑制我覺得相當不錯 有感覺它在市區的時候 真的選掉就很軟 有耶 剛剛就是可能過一點那種 那個什麼電信蓋啊 還是骷筒的時候 感覺就是 是這樣的感覺 但是像我那個馬鈴 它是蹬 它是這樣 然後它是這樣 對啊 舒服歸舒服 可是它並不會有 某些車的這種 好像 晃動 對 其實不太會晃動 沒有那種好像行船的感覺 其實不會 那椅子坐起來 跟你的馬鈴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它好像比較厚 泡棉比較厚 嗯 我覺得它泡棉比較厚 真的 就是 腰到背的部分 好像坐沙發 整個坐進來就好像 坐在沙發上一樣的感覺 整個人陷在裡頭 對對對 家庭的時候它還有一個 電動腰靠 嗯 那我覺得 在這個對於長途駕駛 長途駕駛來說 可以有效減輕這個疲勞度 我覺得它 座椅比 Camry 好重 哪方面 哪方面 我覺得 背部的包覆 還有腰的 腰的支撐 感覺它好很多 如果開長途來講 我覺得它這樣躺下來 它腰 這個位置有被支撐住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會差蠻多的 像你剛剛有坐後面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坐在 整體來講 我覺得就是舒服 讓我有想睡覺的感覺 哈哈哈哈 我覺得一台 中大型房車 就要有這樣的感覺 這個避障很可以 感覺很像在坐那種 那種很豪華的鄉型車 那種後座 對 它那個彈起來的感覺 只有一點點而已 很柔順 就跟我現在的車比較起來 這部車 如果說壓過這些橋梁 這些伸縮縫來說 它的感覺是很柔順 低速咧 低速那個路面震動的阻力 和舒適性 我覺得是還不錯 像目前我們這樣過沈縮縫 整個車身的動態 它並不會有一個很明顯 以前的你會像坐船一樣 這一代 這個車讓我目前感覺到 比較有偏歐系的那種感覺 滿安靜的 它的隔音 它的玻璃用的是雙層玻璃 整個引擎運轉也很安靜 這台車的藍靜的路 感覺好一些 因為它是比較大尺寸的輪胎 理論上應該它那個 路的摩擦聲音 震動的聲音會滿大的 我剛剛坐後座也覺得還好 像我們剛剛轉速大概 其實大概才2000到2500轉左右 但是就可以感覺到 它的低速扭力基本上是很充沛的 雖然說它配的是一具CVT的變速箱 那可能很多人對CVT變速箱 會有點意見 就是說目前我感覺 動力跟變速箱的搭配 是不錯的 動力我覺得它很順 整個加速是很流暢 它雖然沒有檔位的感覺 可是反應好像也蠻快的 你突然把油門加上去的時候 它好像立刻會 衝力 衝力會爆發出來那種感覺 246一開起來 不一樣 馬力有差喔 嗯 會不會等一下回家覺得奇怪 這油門是不是壞掉了 所以剛剛的加速的感覺 讓你覺得 嗯 很棒 很棒 有啊 你看喘氣都變快了 所以那本數就衝上來 好 吹下去喔 這樣 這樣 一不注意時速來到110耶 哈哈哈哈 而且剛剛是在爬坡喔 嗯 然後低速扭力 中低速的扭力 這個應該是絕對 絕對夠用 我覺得它在換車道的時候 我的副駕的人 不會覺得晃動得很厲害 CAMERY會 我太太常會反應說 它會坐得有點會暈 可是這台我覺得應該會有 改善蠻多的感覺 我覺得它的操縱感真的很靈敏 不像大型車的感覺 我剛才這樣子在過彎的情況之下 穩定性是感覺的到 但是在穩定還是比較偏舒適一點 而且它剛剛這樣切的時候 其實還蠻放心 我不會怕它會 對啊 像我開我自己的 我還有換過拉桿 我還是會有點怕怕 對 但你有沒有覺得這台車 它底盤很吸 對 很吸附在地面 對 真的 所以這很衝突啊 我剛剛就跟你講說 這台車底盤很軟 嗯 但是你開起來的時候 它確實操控 對 操控舒適 真的都有 你剛有試到那個 車道邊衣附著嗎 喔 有 它這個震動算是 顯著的 因為它除了方向盤的震動以外 剛剛還有聽到一個 有一個聲響 那之前是有開過某一個廠牌的歐系車 嗯 它的 就是車道邊移這個 震動的力道 是蠻容易被忽略的 對 那像 這台我覺得很好 因為它除了方向盤的震動以外 它 儀表上有 儀表 就是說視覺跟聽覺也都有警示 這也是全數慾 這個廣義上算全數慾 嗯 它會在0到140公里之間可以做動 嗯 但是你是要時速32公里上才能夠開 才有辦法設定 對 但是它沒有辦法hold太久了 就大概兩三秒的時間 那煞停之後要再起步的話 還是要按按鈕 嗯 欸 你剛吃線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覺到 有 拉回來 對對對 而且它好像是會有一個 對 它一方向盤會抖動 會抖動 會提醒力這樣 對 方向盤會抖動 方向盤會抖動 啊 所以它是一個安全的設計 是 它這車道偏移輔助系統 啊 嗯 這個我以前沒有體會到 就是壓到線的時候 它整個 嗯嗯嗯嗯 它會抖 而且會幫你救回來一點 對 它會抖 對 光這個抖就會有點提醒你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很不錯 你覺得這台車應該定價賣多少錢 對 這一台喔 嗯 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樣子應該要個 123吧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專業 太專業 因為以前有沒有考慮過你上車 你上 沒有 沒預算的話可能GTR 我覺得 比較讓我意外的是 就是它的 在舒適性上的表現 因為就像我們剛剛提過 它配了一個扁明筆只有35的 只有35的一個 輪胎 但是它對於像台北市區這些凹洞 的處理來說都相當的柔順 但是也不是柔順到模糊 你可以感覺到 可以感覺到它壓過坑洞 但是沒有不舒服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懸吊設定 讓我比較意外的地方 那你開這台車會有笨重的感覺嗎 不會 我覺得它真的還蠻黏厚的 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看起來很大喔 對 我比較驚豔的是 懸吊給我的感覺啦 因為以往對於你上這種車型 真的都是偏 太軟 整台車就是晃 但是這台車就目前為止 還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整個穩定性的確是加分很多 當然可能就是 青菜好波哥有所好啦 就是有些人比較喜歡偏舒適 然後偶爾又稍微可以 加快速一點在那個的話 這台是還不錯的選擇 很平均的車 很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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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什麼都有 要電熱椅 我幫你看一下 我已經在流汗了 哈哈哈哈哈哈 試駕過了奧提馬 那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嗎 我覺得它就是在加速方面非常的靈敏 而且是非常有衝力的 然後在過彎的時候 它那個避震器側傾 會讓你覺得很輕的就過彎 然後回到低速四驅的時候 讓你覺得就是 很像在坐沙發一樣 然後很舒服的這樣開 這樣子 那小姐做後面的感覺 就跟普昌尼做馬六的感覺 我覺得它聲音真的是有比馬六再小聲一點 那個雜聲比較小聲 然後椅子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也比較軟 就是它的舒適度的話 比較比馬六再軟一點 那整體來說 我是覺得空間 對我來講 我覺得空間是我比較重視 因為有小朋友的部分 所以我比較喜歡空間 那它後座的部分 我覺得空間是還滿足夠的 超乎你們的期待嗎 欸有 真的有滿 就是 其實 剛開始看就覺得 真的有這麼好嗎 其實 開完之後 哇 那個 我到現在那個 過彎的感覺 其實都還在 覺得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好 覺得它 很敏捷 就不像一般大情況車 反應什麼都很快 這樣 這是我印象 然後另外是 它的 加速的感覺非常流暢 行李箱 你的意願 行李箱 我覺得它的設計方式 真的很深 感覺應該放了兩三套高爾夫球具都沒有問題 空間相當足夠 如果一家人要出遊的話 行李是絕對沒有問題 那假設讓你重選一次 你會 是有一點不公平 但是 我想我應該是會選他 真的 如果 依現在來講的話 我應該會選他 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我個人 我個人的話 當然就是 還是偏好 避震器再直接一點 路感再清晰一點 因為 我剛才開 我覺得 穩定性是有的 可是路感 還是稍微淹沒 舒適一些 那以我個人的習慣性 我可能在避震器上面 還是會再做一些設計的調整 還有底牌的一些襯套 像剛才有做一個變換車道 車子原則上是穩定的 但是 路感的 清晰度 我覺得還不夠 在這個部分 我可能會去做一些調整 0到100加速 6.0 還不錯啊 我剛才有稍微 很不客氣的 踩了一下 還不錯 整個加速 可是他就是 雖然快 但是他是很綿密的上去 他並不是說 一種很霸道 很粗獷的樣子彈 到不至於到這樣子 整體讓 在車上的安定感很好 對 我覺得在車 車上裡面的人的安定感 還不錯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我覺得印象 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 還是在他的懸吊 因為這部車從靜態的時候 靜態的時候 可以感覺到 座椅很舒適 那實際上上路之後 發現 整個舒適性 沒有因為 他這個只有 35的低扁靈底的輪胎 而打折後 完全沒有 還是維持相當舒適的行路性 那在稍微高速的過一些大彎道的時候 整個懸吊和避震的支撐性 也有不錯的水準 舒適性很優秀以外 另外他的操控性 我覺得也是讓我比較 讓我覺得有點耳目一新的感覺 後座的舒適性相當好 就是說他稍微偏軟 而且厚實的泡棉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他的椅背 椅背其實不會很挺直 所以可以讓人很放鬆的坐在後座 所以我覺得這部車的空間 首先利用性來說 比我Mondeo要好一點點 這部車就可以感覺到 他是把整個空間 就盡量的往四個角落去拓展 那相對Mondeo是 其實會比較往中間縮 然後再加上 因為歐系車它的一些結構 一些板經的厚度 浪費掉比較多的空間 所以這部車整體空間的表現 我覺得比我現在這部Mondeo 要好一些 其實當初在選車的時候 事實上並沒有考慮日行車 至少讓 就是說這部車今天的試駕來說 讓我對Nissan的大車 有了一些某種 蠻大幅度的改觀 對 好 我們今天 Nissan Optima的車主試駕 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我們下部影片見 車友車駕成功 成功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